啪嚕啪啪啪 大家好我是豪豪 又到了一年一度自取其辱的時間點了 哈哈怎麼說呢 今年又要來考執考啦 那為什麼現在我的場景是這個樣子呢? 因為今年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就想說 我就不去跟好生們去繳禍了 增加一個人去群聚的風險 這樣也不太好 聽說今年是最後一年的指定科目考試 未來會變怎麼樣我不知道 可是今年也剛好卡在疫情 所以沒辦法親身參與這個最後一屆的指定科目考試 但也沒有關係 今年的指考的時間呢 是在7月28 29 30 所以在7月29號那一天 那一天就是考英文嘛 國英數之類的 那很多考生就私訊我說 欸 浩哥出來啊 出來打球啊 浩哥起床 那很抱歉 那一天我還在睡覺 因為反正疫情 對不對?疫情 那沒辦法去跟大家參與這個考試 那今天呢 我就已經印好了我們的 新年度 110學年度 我跟萊明左邊在那邊想這個民國幾年幾年 想到快崩潰 我們都已經 每一年不太重了 我開始講一些廢話 好啦 那 每一年我都是裸考 但今年呢 我想說 裸考裸考裸考 裸考到後面我還不是這樣考很爛 反正就是拆到頂嘛 所以今年我來實測一下 如果我真的有念書 我到底可以考多少 其實我每一年大概到2月3月 我就開始想說 欸 我今年的指考 我不要開始念書 我念個半年 我念個四個月三個月 我會不會考很好 可是呢 當這個念頭想完沒多久 就開始在忙工作 或在看忙什麼忙什麼 最近可能因為家裡多一個小朋友 要開始在忙小朋友的事情 根本沒時間在那邊念什麼英文指考 我連漫畫書都沒時間看了 所以呢 今天要怎麼讓自己看書呢 我們就在考前的一個小時 臨時報個佛教 那我們這一個小時呢 我們準備了這個 Dickson Dickson 這個小時把它看完 好不好 或者是呢 我們這個好放的萬用道具 這個報紙已經買了好久 它是2018年買的 或者是呢 我們工作室的小夥伴 他厲害喔 他之前要考那個雅思 他雅思考高分喔 那我就只有這些 這些參考書籍啦 那我就這一個小時呢 報個佛教 接下來一個小時 我就專訓看書 那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來考場間 Burber 時間快到囉 欸 同學時間到囉 書收起來啦 準備考試啦 等一下 老師我要去尿尿 不行 好緊張喔 是這樣子啦 我昨天 吃壞肚子 昨天那個雞腿 過期一個月 然後我們不知道 全家都吃了 昨天晚上我開始肚子痛 然後昨天凌晨呢 那個某FU 跟我說他肚子有點痛 然後呢 發現全家都肚子痛 所以呢 如果我考不好呢 那就是雞腿啦 好 雞腿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呢 英文考科 110許年度 決定科目考試 英文試題 80分鐘 加抽選我也要寫 因為這支抽選 我們找到人家蓋 就這樣啦 準備計時80分鐘 開始啊 小姐的鬧了很快 小姐 小姐 筆筆 他們自己也寫就吵 我覺得今年 我又 跟每年一樣 我都花太多時間 才寫前面那個廢物題目 我最討厭這個第三大題 文藝選田 這真的很煩耶 出一段那種莫名其妙 單身要這樣 你光是填進去 你不會你人生又失敗 我不會我現在人生有失敗嗎 可能滿失敗的 可惡 這裡真的好難 我花太多時間 在這個第三大題 除此之外呢 都算滿簡單 我覺得閱讀測驗 OK啦 滿簡單的 去年 寫到寫文章的時候 只剩8分鐘 那今年呢 我大概花了10分鐘 我不知道 我花了10分鐘 要寫最後一個英文作用 寫得滿鳥的啦 我不知道在幹嘛 等一下呢 我的英文的手寫 我會拍照 傳給我的好朋友 Michael Michael是那個開心英文的 裡面的老師 他的YouTube頻道 叫做英文一開罐 那等一下呢 我就把這份傳給他 請他幫我批改 那批改完之後呢 用他老師的角度 去更改我這份手寫的成績 該扣多少就扣多少 該不會最後那邊還有吧 沒有 我覺得有一題 考生應該會很想抱怨 文藝選田這一題 你就是這一大題 你要把我弄兩頁 我在找題目的時候 我要一直翻 一直翻 好不好 未來出題的老師們 排版要注意一下 他可能是這樣彈開的樣子 沒有沒有我剛剛有看 因為考試應該是雙面列印嘛 所以這一頁 對啦 這兩頁 所以是來語的問題 所以考生這樣打開 會變這樣 喔這樣好 那可以啦 好那沒事老師對不起 老師你做得很棒 但還是一樣 我真的很討厭的文藝選田 莫名其妙 出這個東西 我們準備進入改考卷階段 Let's go 其實我真的蠻緊張 因為我緊張 不是緊張我 考不好 我上不了大區 我上不了他也就算了 我考不好會被全世界人恥笑 可能也不會有全世界人 因為我的點擊數越來越低 Nobody cares OK 加S 那OK啦 沒關係啦 算了 反正都沒有在看我影片了 我擔心什麼呢 對不對 Let's go 我第一大題竟然全對耶 還好白癡喔 前一個小時不是在跟你們 混時間的BCCBA 幹 抽一題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Ford 算了 幹 CA住BC 欸 我家平台抽一題 好屌喔 完了後面要開始來囉 最慘第二 大題一 KBA 幹你好多 錯幾題啊 做什麼題 好啦 繼續 不要難過 反了 我不想要活在這世上 天啊 ACBA B 對啦 87喔 好啦 相對錯比較少的一次 我們竟然沒有把握到 最後那個寫太趕了 所以我前面呢 手寫部分呢 我想幾滴 十分 第一分 一二三 四五 後面 幹 扣四分 這扣四分好傷喔 然後閱讀測驗是 兩分 扣四分 啊 我現在扣了十三分了 天啊 我前面就扣十三分了 他們好後面 還用混嗎 偏章結構這個我不該扣分耶 天啊 喔 對啦 87喔 偏章結構很簡單耶 我這兩題我看錯了 然後閱讀測驗呢 原則上也都是滿簡單的 但是我自缺 啊好氣喔 可惡 對嘛 因為他前面沒有寫到他 啊 好啦 總之啦我英文考科 我的手寫部分呢 被扣了 十三分 所以我現在87分起跳喔 欸我可能今天考87分喔 手寫的部分呢 中翻英占了八分 英文作文占了二十分 Michael老師 Michael老師 他說喔 收收 收收 收收的意思就是 收手 是收手嗎 還是喔收 然後可愛一點打收收 這樣 要問他Michael大 該好再跟我說 我打一個可愛的表情符號 喔唷 我越講越氣耶 這個不甘心的程度真的是 腳本血一堆 然後被廠商退回 還要不甘心耶 比我 廠商就不跟我合作 還要 還要難過耶 然後廠商說 欸浩哥我們要不要做 我說好啊 廠商說說 呃浩哥 這個我們不行喔 我們不合作了 然後說你們自己去 規矩一堆 喔這些都不能講 唯一可以講的呢 就是 全部都不會剪 全部都不會剪 還有誰沒有加入 先審一下 當做臉書獎金發 當那個尾牙 抽 最不爽的是 我竟然平常寫過 跟閱讀者一樣 怎麼會錯 欸其實我這八分不該錯的耶 我前面只能 我應該扣五分 就用Max Maximum用五分了 好啦就這樣啦 我們Michael是該好 我們再進行第二階段的抽寫 答案公布 不不 哎呀 我們的Michael老師 他改給我了 天啊 等一下 我先回家班老師 為什麼扣那麼多 好啦 我們Michael老師呢 他批批改改 批批改改 我Weather還拼錯 總之啦 先說結論好 我也不想讓大家知道 我有沒有錯 我的非選擇題呢 中翻音八分 我被扣了四分 英文作文呢 老師的評語是 頭重腳輕 腳輕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沒有時間了 藍性堅殼老師 進來罵人了 我就隨便做個收尾 他說如果第二階段好的話呢 可能只有十四分以上喔 DEMONET 老師說 第二階段呢 你可能只有十分而已 所以呢 我的英文作文呢 扣了十分 他說因為我字很醜 加上我有一段白目 因為我是覺得呢 這段要補在這上面 好像比較好 所以我換一個大箭頭 這樣過來 他說這個也會被扣分 好啦 說結論 我的第二部分呢 被扣了十四分 我的前面被扣下去 十三八七分 後面再扣了十四分 變了七十三分 欸我怎麼跟去年考一樣的分數 我還是扣七十三 才會七十三分耶 好啦 我今年的英文指考呢 大概也是七十三分左右 怎麼這樣 我看一下他給我改什麼 啊好像寫年初啦 八七 要前言喔 老實說前言跟結論都沒有 你的前言在哪裡 你的結論呢 我不是要寫前言耶 喔所以英文作文它的題目是 近年來很多大學鼓勵教授 以英文授課講授專業課程 你要講前言寫出來 喔我以為就是說 欸阿明啊 請你介紹一下自己 喔我的名叫阿明 但不行你要講說 喔老闆叫我介紹自己 於是乎我開始介紹說 喔我叫阿明 要這樣子 好啦我們有寫前言被扣分 我們有寫結論也被扣分 中間有些零零種種的一些字錯啊 什麼錯啊 被扣分 被扣了十分 中翻譯呢也是 也是蠻悲難的 被扣了四分 七十三分 唉 今年的英文跟去年差不多 去年七十三分 今年是七十三分 我大概程度就是七十三分左右了 好不好 總之謝謝麥克老師 幫我們這支英文的手鐵做了批蓋 麥克老師呢 他是開心英文的補習班老師 如果你想要親自聽他首課呢 你可以去開心英文報名 那如果你不是高中生呢 我們可以開始YouTube搜尋 英文一開罐 看他英文教學的影片 以上呢就是我人生的成績單 七十三分 但這個影片呢 應該也沒怎麼會看 所以大家呢可能還以為我才六十分 那就算我七十三分呢 我的英文程度應該不只是英文七十三分 因為你看 我一堆初心 這些我都會 就是初心 英文作文的 你要說我不會寫嗎 你要說我論文寫不出來嗎 也沒有嘛 論文不會跟你說 喔還有二十秒 你趕快教卷不然我他媽就不給你畢業 也不會嘛 你不能藉由英文的成績 去評斷一個人的英文好不好 他考六十分 難道英文就只有六十分嗎 有可能五十八 不是他考一百分 難道他就真的很厲害 上台大 上哈佛就真的很厲害嗎 是 但也不一定 好不好 被推薦 難道就真的你畫很爛嗎 難道你不加入 你就被排擠嗎 是 喔對 我剛剛考前呢 我其實今天的計畫是這個樣子 我原本今天九點 要來看書三個小時看到十二點 然後一點開始考試 但是呢 我為什麼今天早上沒有看三個小時呢 因為我只會拉肚子 我肚子好痛 睡不著 然後呢我就睡不好 然後早上就賴床 賴到十點多 其他位寶寶會付食品 然後呢 再寫一個廠商的東西 我就偷偷偷偷到一點 然後想說啊 算了啦 隨便看一下好了 那至於抱佛腳有沒有用呢 沒有 沒有用 我覺得我剛剛原本想說 藉由這一個小時的時間來增加一些我的英文的語感 添加一些閱讀的速度 但是呢 增加英文語感 增加英文閱讀的速度呢 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成的 更不要說只有一個小時 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那有可能在考前 剛好被你看到某些很重要的東西 前提是你已經都已經熟悉了 你可能稍微有個東西有點加加點忘記 指手有碼成事無言生有虛 你可能剛好被你犯到啊是嗨 嗨 嗨 那迪克森 這個啊什麼刺激的一本書呢 迪克森有沒有用呢 有 多少有用一點 你可以知道一些片 簡單的片也可以用 跟外國人高強的歌可以用 OK 那亞斯要不要考呢 我剛剛有人在那邊嗆 亞斯七分 是誰我就不好說了 沒有 那剛剛說亞斯九分都是怪物 亞斯八分很強 那再來就是七分 好啦這當然也不會減 還有要說我要狡辯 肚子痛我覺得這是一點 有可能讓我考不好的一點 原本可以看到又不能看 然後又加上呢 剛剛我在裡面作答 考場應該說都是很安靜的吧 那可是呢在房間外面呢 一直有人在叫 一直有人在笑 為什麼會笑呢 其實光是有一個人 他昨天一直在找他的髮帶 一直找不到 然後他就一直在翻箱倒過來 就說 欸來一名 浩哥你沒有看到我的髮帶 黃色的 亮黃色的喔 然後我就說沒有 我們再辦法翻一下 然後在哪裡啊 浩哥你 你是要哪 來一名 然後在那邊找一找 信都不回 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然後我就想說 算了 祝你找到 因為我也白目 我一直在那邊找過眼鏡找很久 然後我就不怪他 找東西忍之常情嘛 然後找半天找半天 他之所以在外面笑 就是來一名跟我講說 他那天根本沒有帶到髮帶來 他髮帶在床頭 然後在那邊笑 影響我考試 還有來一名一直進來 然後他在那邊進來說 欸還有三分鐘喔 還有二十分鐘喔 來一名一直進來就要打我 都是因為他們啊 怎麼可能才73分 啊算了啦 算了啦 就這樣啦好不好 欸好不甘心喔 我覺得 我的作文就是 就算了 不行我作文其實很多東西我不該 不該這麼爛 自醜 不是不是自醜 我花太多時間 我的那個 好啦 平常結構願春也不該扣分的 我應該還再加六分回來 我應該是七九分以上 然後呢我能有一些手寫呢 我不該 我不該扣那麼多 所以我應該是有八十分以上的程度 再加上一天就是 加上一些小失誤什麼 你九十分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不好 好啦就這樣啦 繼續笑 給你笑好不好 底下嗆起來 其實 爛分數 他不是留學 欸我覺得每一年的我都這樣 我還記得我每一年都很不甘心耶 我覺得這是我最不甘心的 一年以下真的是最不甘心的一次 我腳本真的被推薦還沒有那麼不甘心 還是我真的從今年開始 每年都這樣講 我從今年現在開始念書 然後我已經念到明年 怎麼了 明年怎麼了 上次的成績單 我上次考73.75分 還脾氣這一次高耶 好生難過 我好生難過 就這樣子啦 好想繼續狡辯 但算了 明年度我不知道他們改版變怎樣 所以不考止考是考什麼 那明年再說好不好 明年我大概二三月呢 會來關注一下 因為這是最後一度末代的指考的考題 那我明年就會挑戰 有可能會挑戰 初代的什麼東西 那...就這樣啦 我跟你說我真的 英文成績不只這樣 好不好 真的不只這樣 你不要一直用考成績去評斷一個人 這樣這樣是不公平的 你要看這個人 他的個性啊 他的意思所作為啊 他的善不善良啊 你不能只看他成績嘛 你跟成績評斷一個人 這個世界每個人都用分數去評斷 這樣排下來這個世界還有什麼趣味可言 那不對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成績考試呢 這個東西呢 就把它當依據把它拆好就好 哇你上台大很厲害 那你上什麼大也很厲害嘛對不對 我覺得就這樣啦 好不好 那我覺得觀眾朋友呢 你不要太在意我的氣三分 那這氣三分呢 也是不錯的成績 那你不要沒什麼好幹 那什麼 留學吃洋墨水 哈哈哈哈 那你... 洋墨水都...都... 就是吃墨水嗎 哈哈難怪你長這樣子 好啦 就這樣啦 差不多了啦